大家好,我是德国女生海文娜 最近我参加了青岛国企啤酒节 我听说这个啤酒节很想我们德国的Octoberfest 所以我很感兴趣了 但是青岛啤酒节让我有点失望 我想大家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7月21号穿着我的Dunder 参加老山去的啤酒节活动 我看到了有一个转态前有一个很大的棚子 这个棚子上说他们卖的是德国的慕尼黑啤酒 我们就去里面坐下 点了两盛啤酒也点了八个羊肉串 这个酒他们说是德国原状啤酒 但是这个Hofgoy Menchen品牌 我从来没喝过 所以我不敢说这个啤酒是真的 这两盛啤酒一共花了一百八十元 这个价格对于啤酒来说已经非常贵了 但是他们啤酒有点酸 我们作为喝酒的人 他们都觉得啤酒里的水太多了 我喝完一剩以后 我一点卫生感觉都没有 这个跟我以前喝德国啤酒完全不一样 另外他们买的羊肉串也有问题 他们的羊肉串价格是15块钱一个 当我吃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买的不是羊肉 我说不上是什么肉 可能他们买的是鸡肉还是鸭肉 实际上第二天我整天拉肚子了 虽然啤酒街还有其他的很好看的活动 但是喝酒和吃饭很不好 我的经历很不好 又贵又佳的 我旁边的人告诉我 这种活动是赚外地人的钱 亲家人不会来 我现在很不决定是否邀请我的朋友参加啤酒街玩 我想问问评论节的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这种